現在又堂財上 原來同學很記得那個印象的一段詞話 但這段詞話是我作出來的 因為阿芳不是真實人物 因為關家裏面剛才說的 爸爸關元昌又說幾多個哥哥幾多個妹妹等等 全部都有的 但沒有說到有個工人 但是整個大家庭 又說牙醫又說精英又說公有錢 已經就住在搬陷道 有個工人很平常 那個工人又不是知識分子 亦都很正常 而這個工人雖然他不是知識分子 但是那種害惡的心 那種感動於為我們犧牲的烈士 這些不分知識高與低 我放在這裡 原來同學們很有觸動 所以原來歷史劇剛才去到後 就是說 既然不可能一百分之一百 即是有些位置我們可以 用葉教授所說 合情合理又合乎法則 裡面潤式下去了 這個就是要有所加工 有所求償 歷史劇是戲劇是文學藝術 固然可以加工 但是歷史 講明是歷史 一樣是加工 於是看一個大家應該都會熟悉的 史記的故事 史記很出名的就是 是說說陳勝不廣 揭竿起義 推翻要打倒這個秦的暴政 史記裡面有記的司馬遷 陳攝消事 陳攝就是陳勝 常與人同奸等等 當時是耕田仔的 下面畫文 他年輕的時候 和一群同伴一起 都是受僱於人的 即是做個耕田仔 老闆給田女奸 出人工 有一次陳勝停止耕作 去到田伴的高地休息 因為失意而憤慨 嘆息了很久 哎呀如果有朝一日 我們誰有錢富貴 千萬不要忘記老朋友 那群同伴故公就笑了 你真是 你是一個耕田仔 你何來富貴 陳勝常探一聲就說 燕雀安之雄 焗之自在 你們這些都麻雀仔 誰知我這些大了的偉大志向 這樣 這個說話很出名 司馬遷史記 史學名著 但是呢 他真的有說這些說話嗎 當時都沒有錄音機 陳勝誤廣 起兵 後來敗亡 或者可能有些人跟隨他 但是司馬遷史的 雖然呢 大江臨北走遍 訪問很多人 拿很多材料 真的找得到 有他的同伴 識力的同伴 證明他說過這些說話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但起碼不是一定的 所以呢 其實這裏 司馬遷是把歷史的事實和藝術的加工 做了一個美妙的遊合來的 裏面呢 看到一個事件 就是陳勝年輕的時候跟你耕田 人物有陳勝和一班的故宮 有語言 語言就是如果 有這幾個說話 司馬遷創作了出來 有只有一天 我們誰說富貴 不要忘記我老朋友 其實你看看中國的二十四史 很多時候都是 最生動的 最吸引你的 其實不是 哪年哪月哪日發生什麼事 不是的 而是 進入場景裏面 有人物的對話 因為人物的對話 才是立體 有這幾個說話 是當時是《史記》裏面記下來的 剛才我們講過了 好了 於是如果同學們 你們拿這個 陳勝吾講 小時候 還未發跡的時候 編一個歷史廣播劇 這裏已經挺好的 有人物有語言 誰誰有錢 誰誰誰發財 不要忘記我們 沒有老友 什麼時候會發財 你發夢什麼 你們這些麻雀仔 你不知道我的偉大志向 有人物有性格 剛才你說 我們稍後會說到 抑揚遁振挫 節奏 快慢 被人聽到都掉著迷 這樣已經夠了 但兩分鐘三分鐘就完了 現在要十分鐘二十分鐘 我們如何將它加工 再看原文是這樣 但你留意一下 有些關鍵的詞 在庭埔的高地上休息 因為失意 這次憤慨 他不是馬上說的 憤慨了一大輪之後 然後才說這句話 抵日發達 不要忘記你的老友 這樣 好了 於是 我們才從人物著手 那些故宮 有多少個呢 史記都沒有寫明 有三個還是三十個 還是十三個 不知道 我姑且現在就寫 鑑別丙幾個了 阿鑑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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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阿勝呢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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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勝 不用做 你 依然被爐頭炒 唉 阿勝 什麼事 叫聲嘆你 唉 咦 不用理他 甲 不用理他 一天都是這樣 不裁人扮高透 醒醒,快點下來吧,正在開工 夠久了,隔了一段時間 各位,如果幼稚的人,我們哪個又發達了 千萬不要忘記老友 我用這個說話,捉住了高地,失意,憤慨,狠狗 好,這個就是elaboration,就是這個豐富 剛才我所說,勸艷,潤色 留意,這個如果是廣播劇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舞台劇的電影,我們看到田基路,看到高地 如果廣播劇的時候,我刻意就是要高地的時候 你要分出高地,有個距離還要高的,和側近的,那個距離的分別 所以,阿玥和阿格不是和阿聖一共見 我算在哪裏? 咦,就在那裏 那你和阿聖一說什麼?軟軟高地 喂,阿聖一,不用做什麼,開工啊 於是聲音的強弱,大小,甚至高度,高低,你都透過聲音的一個立體化的情願 稍後會和你去寫一點點練習 好了,未完結了,史記那裏還有一點點 故宮門,笑著回答 咦,我們都是一班耕仔,耕田仔,哪裏會富貴 那裏長大一聲就煙醬安知,毫不支持 剛才說的甲月丙,有對白的 這個對白雖然短短幾句,你再看真點,甲月丙有沒有分別?他們的性格 有沒有分別? 我們再看一看 甲月丙之外,可能還有一班的,所以有個仲 說完這句話之後,阿聖就說,咦,富貴 哈哈哈哈,一班人都笑了 甲月丙,他還在高地上,甲月丙,不要亂想了,放心 我們幾次都是好兄弟的,你不要想著我們 因為富貴,大家忘記了大家的妹妹 阿聖就說,發夢了,你只不過幫人打工的耕田仔,富貴,想創你的心 阿炳就說,快點下來開工吧,做人踏實點,好 整班人都說,做事,開工了,開工了 然後才是勝才說這句話,八爵仔 好,甲月丙裡面聽不聽得出有什麼性格上的不同? 哪個同學? 哪個同學? 剛才我們說,人類最初的演出,不是人類叫他做的 他自然自動自覺地,有所觸動,他就要跟人分擔 哪個同學想說? 好,甲月丙 甲月丙那個,我就覺得,他說,阿聖不要亂想 你放心,我們幾次都是好兄弟 我覺得這一句話,好像直接說給他,好像是一個 直接說給別人,就是很直接,很爽化的一個人 然後第二個,月,發夢,你只不過是一個幫人打工的耕田仔 我又覺得這一句就好像,突顯到他的性格就是一個,俗語一點來講 一個比較囂張的人 是,那炳,那就回來開工吧,做人踏實一點好 那這一句,我又覺得就是,他個人給我的感覺就是,不想起眼的 比較上就是,老老,穩穩實實,就是要踏實,就是要踏實 謝謝 好,多謝你同學,剛才都已經,顧完全身的,很多人物的情格 透過他的聲音強弱、輕鬆,已經表達出來了 如果我們再看看上面最初阿甲第一句是甚麼 哪一個第一個發現都不見,阿聖,阿聖在哪裏 於是,其實短短的,他出了兩句聲,我想說這個甲比較上 關心點的,關心點的,我們大家都好兄弟 阿穴呢,關係沒那麼好,想創你的心嗎? 你不在上面,不在那裏 阿炳呢,真是答答實實的,快點開工,不是炒油 所以呢,在我們創作的人物裏面 我們賦予了一些感情,賦予了性格裏面 於是我們就說,這個人物就有了一個立體感 這個人物,這個歷史的戲劇的片段呢 就有了一個溫暖度了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幾千年的事情 以前的事,擺放在博物館,擺放在陳列室 在一本書裏面,是硬斑斑的,冷的,沒有溫度的 但你用人物的情感、語言,性格去呈現呢 就有了一個溫度了 那這些呢,就使得整個故事,歷史事件就生動化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用了對白,就是第一身 就不是龐白了,因為龐白是第三身,是最述的故事 那以往呢,在幾年前,我就是文聯會第一屆的歷史文化學堂 那次就做了四十集的主持 就看了四十集裡面,幾十間窮學校 有些一間學校來兩次的,這樣 很多劇裡面,有一個通的,脆術很多 那第三者,是龐白,龐白,經常都龐白 那龐白呢,只是拿一本歷史書 不過找個聲音靚一點的意思 那就讀出來而已,或者讀得很聽一點而已 但是你給不到現場的感覺 給不到你,是那個剛才說的立體感和空間感 那所以呢,我們多一點的對白 但不是說不要龐白的聚術,我們需要的 那同樣地,史記也有另一個題材 我不多說了,因為還有很多其他東西想說 那我想跳下去,然後到宋朝讀《族之治通鑑》 《灰酒式兵權》應該你們讀過很出名的 那就是歷史當然有這麼記載 這個歷史也是,作者是加了對白下去,設計了對白下去,生動化的 那就是,宋朝的時候,宋太祖退朝之下留下了 《石手信》《高懷德皇審期》《張令峰》《趙燕輝》《羅燕環》《等等高級將領喝酒》 然後呢,就說了一句話了 這樣就說,哎呀,我沒有了各位,我就做不到皇帝了 雖然呢,我身為天子,但也不及得以前 還沒做皇帝之前做節道士的快樂 做了皇帝之後,我沒有教好份 大家知道邵康人是怎樣做皇帝的 陳、喬、兵、變、王、蒲 什麼呀? 加身 是那幫暴霞擁戴他的,把皇帝蓋在他身上的 他不做都不行的 於是他一說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石手信等人就立刻遁守 哎呀,陛下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呀 現在天命已定,哪個人還有異心呀 哪個人還想造反,還想皇帝加身呀 那大局已定呢 趙康人說了很重要的說話 誰不想富貴呀 各位,有一天,你們的部下,一樣對你皇袍加身 要擁戴你做皇帝 雖然你不想造反,你自己畫得是嗎? 嘩,這句說話好有關呀 你想想,石手信那些人聽到又怎樣呢? 立刻跪下,就說 神不等如不及此,為陛下哀經,指示何我三五指徒 為什麼這麼害怕呀? 皇帝對你有猜疑,即是說你不會造反的 你想做我皇帝位,這樣就殺頭了 歷史上從來都是殺功臣的 所以那幫人很害怕,很害怕就說,請陛下指示可憐一下我們 結果如何呢? 不過太早呢,趁機是表達了自己的 表達了一番想法,要放棄兵權 人生苦短呀,百馬過激呀 不如做什麼,什麼勇兵呀,大軍呀 不如享客福,住大屋,多些基設 多些金銀財寶,我都送給你們 那麼,軍臣之間就沒有了差異了 大家喝一下酒,那就好了 於是呢,你猜這幫人,每個人都說 哎呀,陛下,你想到這麼周到,真是生死肉骨 你們真是起死回生,真是很大恩惠 每個人都很認識,又說病呀,又說老呀,每個人都交出兵權 不帶兵,不帶兵就送大公放心了 送大公放心,趙昂日,他又沒有承諾了 送大公,送很多錢,每個人享福 這叫做歷史上的杯酒 喝酒,聊聊聊聊聊 識兵權,拿回兵權的尾談 即是呢,不用殺人的,你就可以拿兵權 好了,但我想你如果也是做一個歷史廣播劇 這裏都很豐富的了 豐富極得石手信和小康人兩個人 剛才說明了,大班將領有名有姓 其他人呢,查資料 即使不查資料,我們合情合理去想想 每個人都說同一番說話 每個人立刻跪下 每個人立刻叩頭說多謝多謝多謝 剛才隔月餅都有不同的性格 不要小看老人隔月餅,他們不是活動報警版來的 每一個人呢,只要是一個人 有思想,有感情,會說話 就有他的個性,有他的特色 所以這幾個人會同一個感受的 所以